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今天以青椒为例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种烟菜方式 首先咱们把青椒处理好之后直接切成丝 切成块也可以根据大家自己的需要来定 切好青椒之后咱们把大蒜子切成片改刀分成两个就可以了 不要切的太小 然后锅里的水烧开之后咱们直接把青椒倒进去 倒入青椒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 青椒咱们不需要把它焯得特别熟 放到水里面焖两分钟到三分钟就可以直接捞出来 焖的时间过长咱们泡出来之后它就完全没有脆感 所以说咱们捞出之后就要放到凉水里面给它过一下 快速的把它拔凉 拔凉之后直接放到容器里面 放容器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咱们腌制什么样的菜都要注意不要有任何油渍 然后超好的辣椒水咱们直接放上花椒八角香叶盐味精 简单调一下味最后放点陈醋 陈醋的量大概再拌平 表拌一下让味道更均匀 盖上盖子直到烧开 烧开之后咱们要继续焖15到20分钟 要让它的调料味全部都进到汤水里 焖至时间到了之后咱们可以简单尝一下味道 如果说淡了可以稍微加一点盐 然后直接关火放凉为止 煸菜汁放凉之后直接和青椒倒在一起 倒一起之后咱们要稍微把它住的满一点 要慢过蔬菜 然后直接用保鲜膜给它密封 最后再盖上盖子 密封好之后直接放到保鲜冰箱 一个晚上就可以食用 喜欢的朋友赶紧做起来吧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分享加关注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